教协理事会决定解散教协,启动解散程序,将召开会员大会 按照教协会章,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会员,同意才可以解散 至于资产是如何处理呢? 有大律师说,需要取决于教协以什么形式成立 教协宣布解散是理事会的一致决定,并获监视会支持 根据教协会章第20条,必须有超过三分二全体合格会员 即是6万多人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才可以解散 至于何时召开会员大会,理事会未有交代 教协在旺角的会所外,有不少人排队 一旦解散如何处理资产? 截至去年年底,教协非流动资产正值有8100万 物业占了9成1,流动资产大概1亿3千万 包括存货、现金和银行结余 流动负债有5808万 会长冯伟华在星期二记者会就提到 上还所有的债务之后,有余款可能会给200名教协的员工特位补偿 如果还有余款会怎样处理就未有交代 根据会章,余款会由合格的会员评分 或者依照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处理 有大律师说是要取决于教协以哪一种形式设立 相信教协有机会只是注册为工会 要按会章行事 这些本金很多都是从会员的会费来的 所以应该是发还给会员的 应该是要去找出个评测 到底现在还有现行有几多个在世的会员 跟着分回平均分给他们的会员才是公道的 马英国又提醒教协的会员是有权了解整个解散程序 如何运作包括资产计算和分配 如果会员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 可以根据会章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跟进 无纤电视机者华永恩报道